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Pe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请到了Lily Williams 哈喽 欢迎你 谢谢 谢谢 有幸在这儿给大家机会谈谈我的那个故事 非常非常幸运 好 那你先来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的那个英里名字叫Lily Tom Williams 我的中文名字叫唐百合 哦 唐百合 唐百合 因为我是那个四川人嘛 这个百合花 那个然后所以说英名叫Lily 哦 怪我都讲了 我是1988年来到美国来读研究生 从复旦大学学好法律以后来读研究生 所以到现在已经35年了 然后在美国第一天你看 真是上帝保佑 第一天我到美国 奥斯汀 Texas 就见到我先生了 就认识他了 第一天 第一天晚上 哦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来访我 他是研究生在他妈妈家里 他妈妈是我的系主任 所以我一到美国来读研究生 我的那个sponsor在机场帮我借到 就说啊 我们去给你的那个系主任 说一下hello 他们是邻居 然后我就去 一去 他妈妈拿着一朵红玫瑰说 Welcome to Austin Texas 就给我一朵花 他说这是我自己呀 愿你种了花 我当时一下子感觉就好亲切啊 然后他一转身就说 这是我的大儿子John 我当时就记得 哇 他个子好高大 眼睛深蓝色 好像 哇 我觉得这样 来了一个外星球世界 刚刚从中国过来都是 对 都是一样的 你看到那个一个蓝眼球的人 大家都有点上 他们都非常友好 非常友好 然后所以说呢 第二天他就带我去参观校园 我印象很不好 然后呢 我就想睡觉 又有时差 但是呢 他非常有耐心 我从那开始就 深深带着一个笔记板 带着一杆笔 如果我听不懂 他就写下来给我说的什么 我就回去查字笔 他说的是什么 就这样开始学英语 读研究生的 你看 现在都结婚33年了 三个孩子 两二一女 多幸福 没想到的 这是美国梦 没想到的 对 下飞机第一天就跟系主任碰面 这很难得 不是 你碰面很难得 跟系主任碰面有什么好难得 而且更滑稽的 我老公那个时候都29岁了 从来没有一个女朋友 她很害羞 学物理 学数学的 她好像就说 在等在等 也从来没想到过 突然 你看我自己 还把自己送上门呢 所以我跟她有时候 闹矛盾的时候 我说你真幸运 你看 在中共下面 收了24年 还别说 你那个Mail in Bride 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新娘 这我自己送上来 但是觉得这个故事都很好 我每年都讲这个故事 就感恩嘛 在美国 觉得你看我 一到美国来 我就觉得 我就好像一下子 就变成非常好 你现在是要竞选 国会议员嘛 对不对 我在新汉布什尔州 在波士顿北面那个州 我们只有两个国会区 就一区跟二区 我是竞选二区 我们是个小州 就130万人 我那个区只有60万人的居民 这个小区呢 但是它的地域面积呢 等于是那个 另一区的等于是 三倍大或者四倍大 所以要就到处开车 就到处跑了 我在那是 已经是四年了 我非常喜欢那个州 它的州的口号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叫 We free or die 不自由 物临死 我觉得给我的观念很相识 对 那你这次竞选的时候 我看到你那个竞选广告 上面是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 美国价值 American value 对你来说 American value 是什么东西 American value 对我来说 就是我总是告诉大家 我到美国来是想 就是每天生活在美国的梦 我的美国梦就是 自由 繁荣 和一个法治国家 目前我又不是那么尽险呢 我觉得 这些价值观念 我现在觉得都是被 左倾的 这个所谓的 他们叫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在搞社会主义政策 在社会主义政策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来的社会主义 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 那个过渡阶段了 那年都说过嘛 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自从在美国 20年以后才清醒过来 等我清醒过来以后 我就觉得美国在变 怎么很多东西 是用了词语 那个总统和那些国会议员 用的那些 句子啊 政策 怎么都越来越像 以前我在中国 听到过的 就是被洗脑 我当做长大 所以我就开始清醒过程 从2017年开始 我就全国做演讲 教育大家 尤其到学校 到高中 到大学 去给大家 你不要 不要吸引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切都是 依靠政府 就所谓的免费的东西嘛 免费的什么 大学啦 什么医疗啦 还有住房呢 那还有都免费的 人家没有人会免费工作 不拿收入的 你都依靠政府免费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那就政府 如果要把它给你夺走 一夜之间夺走了 我是在共产主义 专制下面长大的 我很怕美国 还有一个价值观念 就是说 个人勤奋 个人的responsibility 你自己如果是勤奋 如果是有教育 有好工作 你很容易就是 生活像一个中产阶级一样的 可是搞社会主义的话 中产阶级就会缩小 以后就没有中产阶级了 那就是最高的 1% 2%的统治阶级 跟下面所有的人 都是平民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关系就是在中国 就是无产阶级 但是很穷啊 无产阶级挨饿啊 我是从小挨饿长大的 在文革当中 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现在老师说 我不愿意我热爱了新国家 变成一个我离开的国家 所以说我现在再搞下去 你想要改变美国什么东西 现在美国就是觉醒文化各方面 然后你进到国会之后 你想要改变美国什么 首先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都有碰通货膨胀的问题 通货膨胀就是说 你原来一块钱 你现在那个购买能力 就只有八毛钱了 有的是感觉像只有七毛钱了 如果你是真的是穷人 你是少是名字穷人 你是中产阶级 这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一个税啊 你的购买能力就减弱了嘛 所以你就要更拼命的干活去挣钱 那这个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联邦政府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一个财政的责任感 一直是负债 现在我们美国的国债是 这么大的一个国债 每个公民的头上都有九万 包括你一岁的孩子 九万多美金的国债在你头上 你说这个国家这么发展下去 有什么繁荣吗 所以我为什么我是 就说我来美国的时候 一百美金起家 现在我自己觉得我是美国吗 我自己有三个家庭的那个 就是小生意哈 所以我可以有这个自由 就是说觉得活得还挺不住的 可是我以后三个孩子 在美国出生了 他们的门门莫证的 你再这么多 你说他怎么样去给你付 哎呦还要 大家还要我要免费这个 免费那个免费那个 那只有高税收啊 他给你卖的就是高税收 还要我就是只是让富人付 不可能的 因为富人再怎么高税收 他也负担不了 所以肯定是出产阶级 负担也会增重 你负担会增重 税收会高 什么税都有 而且呢 你自己 还有通货膨胀 你这个日子怎么过下去吗 除了通货膨胀以外呢 就是父母权利 我现在觉得呢 这个觉醒文化 实际上对父母的权利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很遗憾的是 我们的州 虽然是一个指示的州 可是呢 我们这个州 最近连父母权利法案 都没有通过 都被击败了 给你个例子 如果我有孩子 在学校里面 在公共学校里面 作为父母 如果我的孩子 在学校里决定 从那个女孩的名字 要变成男孩的名字 我不能过问的 好像就说 他们要保持秘密的 然后呢 如果这个孩子 还要变性 还给学校的老师 跟那个什么 抗事人 谈他的这个东西 你没有资格过问的 父母权利是人权的 一个部分 这是天生的 上帝给予我们的 只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国家 孩子才是 属于政府的 在美国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孩子是属于父母的 你说谁给他们换鸟 谁给他们喂饭 谁带他们看医生 谁教育他们 谁带他们去教堂 都是父母啊 现在就说 只要你的孩子 去了公共学校 你没有权利 过问这些东西 这不像美国啊 这不是美国的 传统观念啊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的 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我要 捍卫付我权利 第三个大问题 言论自由 我到美国来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想到 我今天 要注意 我说了什么 我要说的不对 我给拴掉了 我进脸书监狱了 或者说 那个就是 shadowbank 就是暗地里 给你 封锁了 而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人 过去几年 都失去他们的 就是账号啊 什么的 就是为什么 美国大部分的人 都很害怕 包括 有的老师 实际上是有良心的 热爱孩子的 他们不敢说真相 不敢说话 他们连喜欢我的 那个一个 social media comment 都不敢 因为暴露 他们的身份嘛 就是要失去工作 失去职业 可是我老师 现在鼓励大家 国家都现在 到了这个样子 都变成了像一个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国家一样 你还不说话 你还不发声 我告诉你啊 一旦共产主义者 得到权权的 控制我们的这个权力以后 你什么都会失去 失去孩子 失去你的教堂 你的信仰 失去你所有的财产 一夜之间 你的财产就没了 就像那个Camponia Pol Pot 对呀 我interview了 我采访了一个 这个信存者 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 13岁 14岁 一夜之间 这个国家变成 共产主义国家 他爸妈妈 从来不敢相信的 就到他们家去了 就把孩子 从他们家拿走 弄到 那个劳改营去 把跟孩子分开 他差点死掉 他从13岁到17岁 逃到美国 那么几年 现在美国出的问题是 政府的权力过于扩大 我们的联邦政府的 很多的机构 就是所谓的agency 我觉得现在这个圈项 都是政府的权益 过度庞大 我觉得为什么当初我加入共和党 我就喜欢他们这个理念 要小政府大个人 如果我们个人很大 我们有个人的 上帝给予的天生权利 天赋权利 人权 政府呢 他的权利是被先发控制的 比较小 比较limited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生活在美国吗 就是那个自由平党 繁荣 可是现在政府的权利这么大 我们觉得很渺小 我们作为个人能说什么 我连话都不敢说了 说了以后收听资料工作 收听生意也被没了 然后还拿不到什么 什么许可证 license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 它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因为我听到过 他们现在这些言语 此以为以前在中国听到过的 我搞这个 就是所谓的 andentity politics 就是说 你是哪一类 我是哪一类 你是哪一个范围 我是哪一个 像那个CRT 批判种族 你的根据你的皮肤颜色 你的那个种族来分开 而且我是嫁了一个美国老公 他们一家人都是白人 他们对我非常欢迎 非常热爱 结果我现在应该从批判这个CRT角度来说 我应该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 我怎么可以这样说吗 人家对我那么好的 我没有感受我被歧视 我在这个美国 我现在是活的是美国梦 还能进行国会 难道我会出来说 美国是个种族歧视国家 我不可能说不真实的这个话吗 这很多现在在位的国会议员会讲出来的话 包括像什么赵美心 什么就是那些 那个还有日本人 什么那几个 他们都说 美国种族形势 种族形势你怎么当国会议员吗 你长这个脸就应该给你拿下来 我们的爱意 你别说奥巴马当了总统 对 Kamela Harris当了副总统 你还在骂美国 你这不就是利用少数民族 来达到你的政治目标吗 可他们的思维主义政策 通过盆政啊 侵犯父母权利啊 侵犯言论自由权利啊 你说到底是谁的政策 都是民族党的政策 很多很多都是 当然也有一些共和党的那些人 支持的东西 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害的 所以大家要轻易过来 要自己做独立研究 就说不要听你的报纸 看了你的电视 包括有的人还整天看中央电视台啊 东西都叫宣传工具 Propaganda 我在中国看了很多24年 我在中国什么正向都不敢说 我一个人都不敢信任 我现在到了美国自由国家 至少你看 不管他们怎么威胁我 我还可以跟你们坐下来谈 我就在我们共同台 我没有什么好谈起来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真诚的 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能力 来比如说讲我的故事 做一个独特的国会参选人 我觉得呢 好像我觉得是一个秘密 一个上帝的质疑一样 说秘密你不做这个 你叫谁来做 你应该出来 所以说我第一次进行没有赢 我这次又再来 又再来 又再来不怕 这次再来 对所以从访谈开始到现在 我听到你好几次讲到上帝 那请问你是基督徒吗 我不是基督徒 在文革当中出生长大 我们家都是福教徒 可是呢 要记住 共产执义者是无生人 我们不敢说我是福教 因为什么呢 你说了这个 你就不能参加红小兵 红卫兵 毛泽东的 学生组织单位了 我在学校里 你根本不能 给人家说 我们家里是福教徒 一会儿你要批判你们家里是黑无赖 所以呢 就整天拿着毛泽西以路说 毛泽西万岁 共产党万岁 到底是谁 变成了我的上帝吗 毛泽东 你想万万岁 万万岁 活一百年 一百万年 而且我 我被洗脑洗得这么厉害啊 我就是整天万万岁 万万岁 有时候 我这个人是个很高兴的 很快乐的一个孩子 有时候很高兴 人家就老是说 你笑什么 台湾人民在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你还整天笑 然后那个 我就想个办法嘛 我就说 哎呀 我在跟毛泽西交流 因为有时候确实觉得 我一看天上 有时候被洗脑洗得很厉害 我看到毛泽西的脸 在文明里面跟我说话呢 然后我们不是烧柴火炒菜吗 有时候出来一下子 看到他脸在火里 你说我被洗脑洗得多厉害吗 是一个脸还是一颗头 还是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脸 就一个脸 就在这 就是毛泽东的那个脸嘛 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干嘛 那个时候我们是每天要写日记 就在学校里当学生的时候 要写日记 日记要交给老师看的 我那是七岁的时候 学到六岁七岁的时候 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就是说呢 我那个时候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人 我成绩很好 我上了一年以后呢 要当红小兵 就说老师要提你的名才可以当红小兵呢 我就告诉我女朋友说 我肯定会第一批当红小兵 因为我成绩很好 我又说红孩子 他报告给老师了 他告老师了 说他这个人啊 你看这么自夸 太有信心了 结果我被收批评了 我到老师办公室 他说我不要你参加红小兵 你太招了 我们这是 我们是集体主义啊 你不要一个人以为 自以为是神的 就是枪打出头鸟嘛 我当时听到以后 我说哎呀 我不能信了 信任任何人 我的好朋友 到学校里告诉学生 学校老师 我说什么什么 给他说 我后来谁都不信了呢 谁都不信了 所以说呢 我们文革的时候 你连家里人都不能信了 所以说我在写日记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日记是公开的 不是诗人啊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 七岁我就学会了 好像你那个表面 应该是一套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要保护自己 就是一套 所以我就一直 后来就当红小兵 当红卫兵 我就一直升上去 又被洗脑洗得很没害 然后每天上学的时候 早上第一个事情 就是拿着毛泽西语 说毛泽西万岁 共产党万岁 然后什么 然后唱一期歌红歌 然后才开始学习 中文啊 数学啦 然后这样洗脑以后 是错误 毛泽东发现错误 他是 你看党 共产党的领导 那个时候会出来说 毛泽东是人 他不是神 你看我们这一代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一代 都被洗脑洗得厉害 我那个时候不清醒啦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个清醒的开始 很酷的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用党这个东西 因为党不会死 你用人的话就会死 人就会死 所以你没有办法造成 但是呢 但是呢 你这个如果你变成super leader 就像很多国家现在一样 你看你看那个白韩 他们见到那个 跟这样一样 也是那个感情 有的时候还流泪的样子 你隔着说就是这样的嘛 你去那个红卫兵被毛主席 丢建在天安门 拿着毛主席一路 叫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眼泪都流下来啊 就是在美国清醒过来以后 我就一直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啊 尤其是在医院里面 待着那五天啊 我就得新冠病院 在睡着躺着 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我就是回忆我过去的 就儿童时代这个记忆啊 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有的记忆员都被埋下去了 后来又出来了 可能是小时候 有的记忆太痛苦了 这么多年都没想过 后来就出来了 我后来问我舅舅 我说我小时候 那个我的那个外婆带我 我见到一个人 在井里面死掉了 然后身体浮在井上面 我们是一大家 您用一个水井 团体废地 我说那是谁啊 舅舅 她说是一个黑骨的一个人 受不了了 折磨了 自杀了 可是我那个才四岁五岁 我可能就一看下 我就下跑了 下跑以后就从来不想这个事情了 我就把这个记忆给盖住了 我都现在不知道以后 还有什么记忆可以发掘出来 我就跑掉 结果是 你看二一 二一年 我才问我舅舅 这么多年 他说 这是他吗 因为我小时候记忆 就是在我个当中 第一个记忆就是 就是那个 这样的记忆 那你现在看到 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 还有你回想到 中国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你觉得 美国要怎么避免 变成跟中国那样子一样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然后很多保守派已经被封锁了 然后我们的频道也被封锁 我们的讲的东西也被封锁 我有很多朋友 基督徒的朋友 周末的时候在教会带敬拜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给你们所有 然后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在迪士尼上班 在一个觉醒文化的公司 很多人变得 没有这个勇气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说出来正确的事情 美国人要怎么样 停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你知不知道那个Dr.Mindsay 他是一直在反对 这个cultural Marxism 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因为如果你是传统的 像美国人说 我们要搞困难主义马克思主义 人家不理你 因为他不喜欢这些东西 可是叫文化马克思主义 就是cultural Marxism 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皮肤颜色 用种族 用觉悟文化来洗脑 给咱们新的美国人 那个美国的年轻人洗脑 也包括让你讲的 上班了 上班主打工主 这些人就说 你不敢问问题 你不敢就是挑战我 你要挑战我 现在文化是这样的 你就会失去工作 但是呢 Dr.Linan就说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 在美国的敌人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主义 只不过他不跟你说是 用class 用阶级斗争 而是用什么 用种族 用你的那个gender 用你的那个叫 DEI Equity 这个你知道这个Equity 平均就是说那个 平均那个分配 这个同样的结果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共产主义的一个术语 可是我们每个公司都在学 每个公司都在讲 包括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机构 我就说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 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到底是 敌人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缺毁 美国的文化 这是美国的文化 大革命 你如果都还沉默 就不担心我到工作 因为大部分美国人是好的 你比如说极左 就是百分之几 极右也是百分之几 大部分美国八十多都在中间 如果我们中间人都沉默 包括教堂的基督教徒都沉默 觉得我只要把我的头埋在地下 以后慢慢这些会过去 这不会过去的 他们会越来越猖獗 他们就是要把你的孩子弄来 像我红小兵红文兵一样 反对父母 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摧毁家庭吗 而且呢要摧毁你的宗教 你信仰上帝 你对我不忠诚 你是对上帝忠诚 那他当然不愿意呢 所以所有的基督教的保守派的 都被那个封锁呢 除非你是绝绝文化的一个教堂 有吗 有这样的 有有 左派的教堂 对 你是相信他那套东西了 再下去会越来越厉害的 他不会停在这里的 那再下去 接下来就像中国一样 你要有基督教堂吗 那你要有政治的执照 而且呢 你的教堂要挂行李平的像 你的家庭教堂要被封锁 要被那个弄成不合法的 要抓你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国家就没救了 所以说我有这个紧急感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他们赢了 你省一无所有 还别说你的工作呢 你的职业呢 你的生意呢 你的小公司没有 什么都没有 而且现在一个很 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是什么 是大政府跟大公司 尤其是Tech Company 他们结合起来 你看包括这个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 RFK Robert Kennedy 他自己都是这样讲的 很多民主党的人听他的都 非常采末地听他的 都觉得听上去都很可怕 但是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清醒过来问问题 你看那个RFK 连那个总统那个什么 初选的那个辩论都没有了 而且他的账号也被封锁了 RFK Jr Robert Kennedy的儿子 对 他是传统的 美国的民主党的人 比较诚实 虽然有的经济称重 我不同意 可是呢 他是很稀有的 还是诚实的民主党 他要竞选 你看 现在都被封锁了 这个国家要走到多坏的地步 咱们沉默的大多数人 才能出来说 我不参与这个 我反对这个 包括在教堂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为什么进去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 我们现在到底 这个要注意的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很迷惑 都很害怕 这个事情会越来越糟糕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 这目前这接下来 这一两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的初选对手 现在还没有什么呢 我是那个 真是就是说 炫富得很早的 我的那个应事 明年2024年 11月份 对 是竞选日嘛 总统那个是一样的 去年呢 我是有其他两个 共和党初选的 他们都是当地的人 他们就说呢 钱比我多 他们也有的 都有Superpack 我那是一个草根 又是个新的 移民的女性来竞选 可是呢 我还是拿了25%的选票 那很高耶 很高 我跟他们差别不多 就几千张票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把我的牌子留着呢 支持我的那些人都说 你下次再来 我们非常欣赏你的那个信息 我们还会支持你 所以我这次我就很早就宣布了 我有使命感 你要看全美国的话 谁是第一位中国大陆出生的 共产主义国家幸存者 在美国用共和党的身份来竞选的 美国众议院的 我是实际上日子上第一个 那现在有很多的议题在国会在跑 然后如果你当选的话 你会有非常多 现在目前非常糟糕的议题 在那个地方 你光共和党你就分成两派了 我就拿一个很简单 现在在分裂最严重的乌克兰战争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共和党的人说 我们就是要打 我们就打 Lindsey Graham在上面讲说 我们花这么多钱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杀了这么多俄罗斯人 这是我们花过最好的钱 最值得的钱 那有另外一边像川普的话 他就会说 现在马上结束战争 不要再继续死人 对你来讲 你是怎么样看 现在这样子的议题的 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叫做一个 美国第一的候选人 我是一个草云 我是要代表我们那个区的 老百姓中产阶级 我当然是反对暴军 我反对中共 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可是我们的国家 已经有很大的麻烦了 我们的国债那么高 我们的人民都在挣扎 你这个还不停不停的印钱 花了这么多的资源 到那个乌克兰去 这个战争到底是怎么样结束 怎么样那个 有一个世界的一个 就是说和平的一个结尾 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 而且呢 如果你是真正一直这么 逼逼逼 一直这么打打下去的话 会不会引起 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是美国第一 我感觉到是我们美国人民的 现在的挣扎和痛苦 而且我们引一个国家 负债累累 要印钱 现在是每个人头上 包括我们的孩子 9万多的国债 我们的利息这么高 孩子去买房子都买不起 这么高 你说我们有这个能力 打世界战争吗 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支持其他国家吗 美国应该是 当然是在价值观念上 我们是一个世界领导 我们是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看到美国 我这次到欧洲去走了一个月 他们都说 美国不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能变成一个就是说 觉醒文化的国家 这样的话我们世界都没救了 我们都看到你呢 如果美国这样的政策 把美国搞得很弱 你说世界会怎么样 所以说我觉得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个战会打多久 刚开始从衣服上 从道德上 我们都支持乌克兰 当然我们是一定要 但是一阵有很多渠道 可以支持他们 但是这个战这么继续打下去 而且我们没有一个限制 而且这么多钱发到乌克兰以后 没有一个就所谓的一个监督的 一个机制和程序 这个钱到哪去了 到底花在什么上面呢 不知道 所以说我是非常的 就是说呢 就是支持所谓的 他们说叫做美国第一的政策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 非常的 就是他们担心的 也是自己在这里的生活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前途 所以呢 我觉得在国会里面呢 我就说大家两边都要互相合作 互相工作 互相听大家的意见 可是呢 我都是告诉大家 我说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 说我要帮我爸妈妈 可是我都是credit card 我信用卡债都 都负债那么多 我怎么样去帮我的家里人嘛 所以这是我的倾向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现在 共和党还有保守派 最挣扎的一个问题 然后保守派里面 最分裂的一个问题 川普总统 是America first OK MAGA 对不对 那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他现在有这个 比较前卫的一个说法 那现在保守派里面 撕裂的很严重 很明显 今天的那个民调出来 就是川普领先 DeSantis 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你对于这个数字是怎么看 然后你是比较支持川普总统 还是比较支持佛州的州长 代表共和党 我呢 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竞选 这个国会的一个候选人之一 我总是告诉大家 第一 我是就是说 注意在focus on 我自己的一个竞选 我们是 New Hampshire是一个 就是first 就是第一个 要投总统那个票的州嘛 所以很多人都过来 我都见过很多的 这个竞选总统的人 我他们的每个活动 我都去的 我也听的 我也问问题的 我接下来回去以后 他们也会来 越来越多了来 我都很见过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州的一个优先条件 但是我每次我出去呢 我都是中立 我是中立 我就说 我不平等 也不endorse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哎呀 我这是很悲哀的 共和党里面 你知道吗 当然每个党里面都有内感 但是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说 不管是谁赢了 这个提名权 我们都要支持 我们党的这个候选人 因为民主党那边 你知道他们都是 非常团结的 而且呢 但是他们的政策 是非常对我们来说 不易的 有害的 所以呢 我看那个民主党人 整天攻击 所谓的Mega 打这个共和党 Mega就是说 美国第一 这有什么不好吗 你难道要 乌克兰第一 中国第一 还是其他国家第一 你是美国的政府 你是美国人民 给你选出来的 国会议员 或者总统 你不讲美国第一 你讲什么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错啊 那我就要问你呢 你不Mega 你不美国第一 你要谁第一吗 而且美国是世界的 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 你都美国都都丢了 那不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吗 所以我总是出去告诉大家 我说呢 对不起 我说我呢 是要focus on自己的campaign 但是呢 我是美国第一那种姓 而是热爱美国 坚决要捍卫我的美国梦 跟我孩子的美国梦的一个 中国移民 这很简单 我的竞选 就是要捍卫美国梦 这个美国就像我跟你讲的一样 我要这个自由 就是先把你讲的 共鸣的自由 天生的人权的自由 我要繁荣 我不想穷吧 我以前在中国文革当中 还要吃耗子肉 我不想吃耗子肉 我想肚子吃得饱饱的人 很高兴 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后要一个法治的国家 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皮肤 哪个种族 我们的那个法律的保护 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就是我的本工梦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我的信息 你对我的那个进学活动感兴趣的话 请进我的网站 就是我的那整个名字叫 lilytangwilliams.com 然后呢 我也在那个推特上面 我也在那个脸书 就像脸书封锁 我很厉害 然后但是推特是现在最好的 还有我有一个油管渠道 每个星期天 我有一个移民的故事出来 就是我采访人家 其他移民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移民讲话 有时候人家说 你一个人声音不够强大 那么我就邀请其他移民 中国移民 还有前苏联的 还有这个前东欧的 包括有的是 还是那个六四学生领导 最近我还采访了一个 所以其他移民 如果你移民好 你香港来的话 台湾来 你愿意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但是就说 就是我们是英里的频道 我的中文频道呢 叫华人参议 但是呢 我现在没有那个 志愿者帮助我的那个频道 现在不是非常的活样 但是我想现在我竞选呢 如果大家跟踪那个频道很多 叫华人参议的话 我就会经常上去直播了 我在这做什么 我在这竞选什么 因为我想给咱们的 华人的后代 在美国也做一个榜样 我第一代移民 就是移民本身 能够在美国参选 那个美国的中医院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参选 因为从基层做起 所以我们呢就说呢 有时候就是要自己做自己的公民的一个责任 有的时候呢 就从当地做起 从效果跟众取 从你当地 就是加入一个什么 不管什么什么 non-profit 就非营利主基督 你都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去推从我们的理念 否则的话 我真是很担心 这个国家要被摧毁掉 那我们的美国梦 就不会给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的那个孙子辈 在这留着了 所以希望大家 还有呢 募捐 我是一个草根 我没有任何的上市 没有任何的super pack的支持 我钱是最少的 但是呢 我的故事 我的信息 是很强的 所以希望大家 每个人如果看这个视频 能够给我十块二十块 我非常感谢 然后告诉你 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或其他情绪 谢谢 你今天讲了非常非常多 很重要的议题 其实就是 我这个节目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不要靠任何人 那我刚刚问你 那个Ron DeSantis 还有川普那东西 其实是一个trick question 然后你回答得非常好 我完全同意你的 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人 来救我们 来救美国 人都是有缺陷 有优点 有缺点的 对吧 而且一个人 他不是上帝 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我们要自己在自己的教堂 自己的学校 自己的社区 而且如果你是知道真相 你的孩子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不知道真相 我们给他们 保持友好的 真正的关系 让他们知道真相 这样的话 就是慢慢的真相 就是可以传出去 大家觉醒过来以后 真正的觉醒 不是现在的觉醒 文化的觉醒 而是真正的觉悟 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作为一个 你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女儿 你如果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念 被摧毁掉以后 你怪谁吗 你自己做了什么吗 你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吗 美国梦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非常同意你的 我们一定要自己开始 觉悟起来 开始行动起来 一个佛教徒 各位基督徒听好了 这是一个佛教徒说的 反正请各位 跟他说的一样 掌握自己的人生 掌握自己的家庭 保护自己的孩子 没有人会来救你 没有任何的政府会来救你 川普当总统 他也有可能会腐败 Dissantis当总统 他也有可能会腐败 任何人掌控你的权力的时候 你就是他的奴隶 你要为自己而活 你要为了你自己的价值观而活 整个AI news在传达的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来 而且他讲的话都很接地气 就会让人非常容易明白 说现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要是对于那些 从来没有了解过政治 或者从来对决都不关心的人 你讲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明了 就让人可以明白说 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些事 而且比我们还接地气 因为我们每次引用的是英文的 美国的东西 他引用很多中文的工作 对 所以就是我们要努力改善 而且大家也看到 我觉得丽丽 她真的有被神 有触摸到 她从到尾一直在讲说 上帝上帝上帝 那我相信你讲的上帝 跟我们讲的上帝 应该是同一位吧 不是一些别的吧 就是你的神 我想决定一下 就是God 就是英文就叫God 那个你知道共产主义是无神怒者 如果我们现在不救美国 不救自己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救的话 他共产主义者会来摧毁你的信仰 你的宗教 你的教堂 不管什么God 所以说呢 我是一个很团结的人 就是说我不管你是哪个党派 我也不管你是信仰什么东西 我们都有亲身的权利 选择自己的宗教自由 选择自己教育孩子最有效的办法 然后选择自己 就自己的这个保护自己家里的办法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以后没有人可以怪的 你要怪自己 所以说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尤其是咱们这个 如果开始觉醒的华人 那个包括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不要互相进攻 我也不管是谁精选总统 我也希望他们团结 如果是太那个 你想就讲一样 我是总是相信绝对的权利 是绝对的腐败 所以我们还是要 一直要老子清洗 作为公民来说 我们要希望政府的权利 是有限制的 他只要是 因为我们有法治社会嘛 有三权分定嘛 如果真正是政府的权利 有三权分定 佛乡约说也是有限的 而不是无限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个人的权利 就会得到充分的保护 平等的保护 我们的孩子 就还继续会有美国梦 可是我真是很担心 你看我有三个孩子 我到美国来 我现在是非常感恩的 我做这个是因为 我热爱美国 你知道吗 我一讲到美国 我就感情又是 就说我们不能失去美国 真的 所以非常感谢 所以大家为他祷告 如果我相信 你如果是真正的认识神之后 真正的开始读圣经 你会发现 所有的跟你现在讲的东西 一切都是非常match 而且会给你更多更多教导 对你的campaign来讲 对你未来人生 跟你教导孩子 绝对就是加超级大的分数 而且是非常非常棒 你会有一个巨大无语的开启 很棒 而且上帝一直与你屠在 加油 谢谢 加油 再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给我们点赞 欢迎大家转发 如果你喜欢莉莉 你想要支持她说 这个女人真的很了不起 那大家欢迎去到下面她的网站 你如果要是喜欢她 这作为一个草根来精神 真的不容易 大家可以来给她捐款 更多的是 希望大家给她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 那祷告呢 让她能够真正的被神触摸 真正的认识神 而且能够让神亲自指引她的这条道路 神有为你安排 最棒最棒的 最丰盛的命定 神早已经为你安排好 而且在你出生之前 神就早已经认识你 耶和华神 早就已经认识你 所以她愿意把你放到她的命定上面 只要你说我愿意 她就会把你放上去 所以之后 你的道路有神的带领 你会走得越来越好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elisha 我是Etan 你是唐北河 Lily Tan Williams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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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